來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少雨薇 我正在忙 就是在拼拼圖啊 我最近 大概已經拼了六幅拼圖了吧 拼圖對我來說 是一種比較 療癒心靈的感覺 這種療癒是讓自己修身養性 因為拼拼拖非常需要耐心 然後還有做一些伸展 比方說在家裡會做一些拉丁的動作 因為我們太長可能看電視看太久啦 你就會很容易駝背 然後可能像我自己就很容易會背痛 或者是很容易我的腰也會很痠 然後肩膀很緊等等 那其實都會利用大概在傍晚的時間 就會把筋都拉開 然後比較舒服 其實在家大部分都不是大部分 是根本就是不化妝 完全的讓皮膚維持在一個休息的狀態 晚上睡前的部分 我自己還是會多一層可能睡覺用的那種 睡覺乳 不是啦 反正就是會比較再滋潤一點 到白天起床的時候就會覺得 皮膚還是彈的 對DAFUN的牌子其實一直都是很有名 而且覺得它是一個很優雅 然後瓶身乾乾淨淨很漂亮的一個保養品 就是有一種法國女人展現出來的那種很慵懶 然後很迷人的氣息 那這一次呢可以使用它們的保養品我非常的興奮 很開心這次可以合作 讓我可以好好保養我的皮膚 先用這個全校舒嬅激滑液 聽說它的別名叫做療癒小粉紅 為什麼叫療癒小粉紅 因為它的味道非常的療癒 我來擦一下 是粉紅色的淡淡的 這味道是淡淡的花香 有一種很像是擦了精油以後在晚上睡覺可以很舒服的味道 是小粉紅健康乳 我聽說這是新上市的喔 我已經搶先使用了 擦上去之後 也是一個粉紅色的顏色 非常適合仙女們擦 淡淡的味道 也是很舒服 而且很清爽 適合夏天 這個手法非常可愛 在自己的手上呢 先壓三下 壓完三下以後呢 輕輕的拍在臉上 先讓它均勻的 散布在皮膚上 第二個可愛的步驟來了喔 先比這樣 可愛吧 放在你的臉上 開始捏捏捏捏捏 這比較像是把保養品給捏進去皮膚裡面 然後讓它吸收 整臉都可以這樣捏喔 第三個步驟 就是像 夏小雨的一樣 在你的臉上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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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在點的過程當中 你還可以聞到手掌心 淡淡的味道 其實為什麼會做線上雜誌 這件事情呢 算是我的一個小夢想嘛 就是 當總編輯 可能我們常常去拍雜誌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一個設定要拍的樣子 或者是 要拍的感覺 氛圍什麼的 對我來說我可能就會有很多的想像 我可能會想說 哇 如果這套衣服的話 怎麼拍 會有另外一種感覺 是不是也會很有趣 那我就常常在發想這件事情 就有一種好像 為什麼我不做做看 所以那時候就毅然決然的 創辦了線上雜誌 喜歡打放的朋友 從現在開始可以到打放的專櫃 去做體驗 去學習居家保養 讓自己在家裡保養 也像做SPA的感覺 體驗過後呢 還會有送漂亮專屬的口罩鏈喔